假如说将来有个 如果将来我输入这些东西呢 那如果以往就是说 直接就是让那个你的会员 然后直接在这边输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了 最好是怎么样 你可以跳出一个表单 一个罗伯一个坑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达到就是说 比较尽量避免错误的目的 那一个姓名 一个身高 一个体重 那性别 性别的话呢 就是 会有个下拉清单好了 那再来就是说呢 标准体重不用输入 所以这边不能填写 它是自动产生的 那我们如果做完这个表单之后呢 我希望按下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做几件事 一先帮我把标准体重先做出来 二帮我把这五个资料 这五个资料 分别填写到哪里呢 填写到 这个最下面一列 那不能盖过去嘛 所以必须怎么样 知道最下面的位置之后的话 再放在最下面一列的下面一列 就十八列 然后呢 把这些资料填上去 填完之后呢 那当然最更贴心的是啊 这边全部都把它清空 那你下一个会员就可以直接 直接再继续key了嘛 所以以后的话 只要会员 那他也许先纸本填一填啦 或者直接他就跟你讲一些相关的讯息 你就填一填也可以啦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跟你自己做个系统 有点像会员系统差不多了 所以以往你可能会员系统要找别人写 如果你学会表单 学会如何把资料输入进去 那可以自己来开发就好了啊 OK 所以其实坊间很多中小企业 他的case就不大不小 太小 金额太少 没人想接 而且说真的 你金额这么少 你也没办法 人家没办法帮你做到尽善尽美 但是呢 如果说你又去买外面套装的 你会买套装回来发现 好像什么都有了 但是很多是你不需要的 那你也没办法把它删掉 便利用得很不顺 所以便利卡在中间 找不如怎么样 所以很多同学问我 该怎么办 那不然你又自己设计不是比较快吗 那设计这个会不会很困难呢 当然要学习啦 OK 所以你们既然已经坐在底下了 那所以就把这个好好学会 而且将来呢 其实还可以接点case 说不一定 所以有些同学 其实蛮多单位 问我说有没有可以帮忙推荐的 可以帮忙做一点事情的人员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逻辑上没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表单如何产生的 在我们第一单元里面 前面的那个课程里面有提到 那首先记得就是说 它一定是一个制定表单 里面本来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要按部就班来做 所以呢我们来先归零好了 假设因为底下我这个是我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 一 请你先在你的project 你的专案上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那理论上呢 我前面讲的 反正你们就按照那个标准的口诀啦 一先从外做完 先外面表单做完 再往里面做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从左边做到右边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一个表单 我想跟画一个小画家差不多多少啦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你只要不要做错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一 习惯怎么样 先会把表单的名称改一下 因为这个叫做home 就是叫home enter一下 我习惯叫home 那你不喜欢叫home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 但是将来要把它启动的话 你这个home 你就要用你自己的名称 不要说用我的成事 用一半的 二的话呢 做什么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按照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 好 类似像这边上面 我都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画面 大概秀出来给各位看 大概我们长的就像 上面这个好了 OK 以这个当成我们的样板 标准